世界微笑日的由来 每年的5月8日为世界微笑日 1948年 世界精神卫生组织把5月8日定立为世界微笑日 每个人的见面里是微笑 微笑是一朵动人的花朵 微笑是最美丽的语言 当每个人每天笑容洋溢 开心喜乐 没有纷争 没有烦恼 人心洗涤了 心灵净化了 社会因此而祥和 国家因此而安康 微笑不仅仅使人心情舒畅 精神振奋 而且能够消除忧虑 稳定情绪 世界微笑日设立的宗旨 是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 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 增进社会和谐